据深圳口岸微信号公布,海关总署为进一步捅 做好疫情防控和便利人员往来工作,对健康深内容进行了优化调整,形成了第11版中华人 共和国出入境健康深明卡,于9月16日零时正式上启用 相关新闻、新版健康深明卡按照入境、出境、往来港澳人员等不同场景设置不同申报项目 除了境内居住地、座位号等申报内容,简化了旅、使、联系方式的填报要求 优化后的入境申报内,由18项优化至10项 出境申报内容由17项优化至9项 往港澳人员申报内容由11项优化至9项 出入境人员使用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通过微信小程序 支保小程序、网际网络网页、涨上海关App等多种管道 行申报,对于无法通过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进申报的人员 可在口岸现场通过自助申报验核体积 直至健康深明卡等方式进行申报 倒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、浏览更彩内容 进行申报